欢迎来到毛蛋的视频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近期收到的一份非常棒的礼物 虽然双十一还没有到 但是我的快递已经送上门来了 超级开心的 千巴妈现在只想逃走 好那我让你走行吧 亲我一口 亲我一下我就让你走 来呀你别睡着了 来呀 待着了森巴 好了不搞你了你去玩吧 很开心的给大家介绍这份漂亮的礼物 这是来自尼威亚的新样花园限量手包 我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你们猜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给你们看看 这是德国进口的尼威亚样彩新润护唇膏 它是那种带有淡彩的润唇膏 它非常非常滋润 你看它这种夹心设计 中间是比较滋润嘴唇的部分 外面呢就是有一层淡彩 特别是个秋冬季节 如果你不想化妆想素颜出门 或者是想化一个裸妆的话 就可以涂这个 好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试一下这三个颜色 分别是一个裸色粉色还有这个红色 第一个给大家试的呢 是这三只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就是这个红色的 你看它是这种非常清淡的颜色 非常透的颜色 超级元气显气色 这个呢也是我妈在国外买的最多的唇膏 就是尼尤雅的这一只 一模一样 啊 涂在嘴巴上试一下 我的唇色也要偏深 嗯 超级滋润啊 在嘴巴上滑溜溜的 涂在嘴巴上就是完全护唇膏润唇膏的感觉 哇 这一只呢涂上去之后 让我的唇色瞬间变得很粉嫩 有没有 就一下子从深唇色变成了这种 比较偏粉嫩的颜色耶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确实是很适合如果你素颜的时候 稍微抹一下这个 如果你可以淡化你的唇纹 让你的嘴巴显得比较粉嫩 嗯 这个唇膏呢有一点点淡淡的香味 第二只呢是这只超级超级粉嫩的 哇 超级淡的一个粉色 在手上的刷色是这一条 涂在嘴巴上会是怎样呢 这个我还没有用过 嗯 我觉得这只唇膏对于我的价值可能在于 它涂上去一下子让我的深唇色变成了这种 惨白的颜色 如果我有画咬唇妆啊 或是画一个颜色比较淡的口红的话 我可以先用这个打底 嗯 反正它也是够滋润嘛 颜色也够浅 这只裸色呢就是最后一只 就是这种颜色 有点偏橘色的裸色耶 觉得应该挺日常的 我的手实在是太黑了 大家可能很难看得出颜色 这个颜色 看上去也是比较咸嫩的一个颜色 他们会比较喜欢涂这种裸色系的唇膏 显得我嘴巴比较的丰满 如果我画的是非常浓重的眼妆 也许我会用这一只 或者是在平时你的唇色太偏红了 你可以用这个来均衡一下你的唇色 就不会显得你的唇色那么突兀 总体来说呢 这三个我试下来 嘴巴倒是觉得挺舒服 非常非常的滋润 它是比任何口红的质地 是都要滋润的 但是它还有这种口红的色彩感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就不太喜欢颜色太重的口红 或者是嘴巴特别容易干 在冬天秋天这种季节呢 涂什么口红都会觉得嘴巴容易起皮 不太舒服 那你就可以尝试一下 尼维亚的样彩新润护唇膏 尤其尤其我强力推荐的是这个红色 好 我又还回了这一只 因为我觉得这一只是最好看 最适合我这种偏暗的肤色的 像这种特别特别适合 平时不太爱化妆啊 或者是不喜欢让别人看得出 自己化了妆的那种妹子 像我妈还有我 就是嘴唇会比较偏深 有的时候会有点发灰发紫 那涂上它之后一下子 就可以让这个唇色变得非常的粉嫩 就看上去就减零 同时非常的滋润 含有维生素原壁五 对嘴唇有很好的呵护的作用 它的颜色也非常淡 也不用担心你喝水啊什么的 会留下很红的唇印 你把它带出去补妆的时候呀 甚至你都不用照镜子 就自己随便涂一下 也不会担心涂在嘴巴外面 因为它这个颜色很淡 就算是你涂出来了 也看不太出来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非常感谢妮威娅送给我 这三支可爱的唇膏 喜欢淡雅自然滋润的唇妆效果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 反正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